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初中的第一堂作文课,主题是家 老师说,写作文不像看图写画 讲究的是生动形象,融入真情实感 要写家,就要写出对家的喜爱 写家带来的温暖,写父母的包容 一片沙沙的笔记声中,我窃窃地举手 老师点头示意,王芳,你说吧 我问,如果不喜欢家的话,怎么办? 文言,老师皱了皱眉,旋即寻寻善诱 不喜欢,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留心观察 父母爱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行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父母的爱看作是理所当然 实际上,只要在生活中处处留心 你就会发现,家头的温暖往往就体现在细节 深夜写作业时,妈妈的一杯热牛奶 跌倒了的时候,爸爸在你身后的鼓励 装装渐渐 家庭的温暖往往就展现在这些你熟视无睹的瞬间 老师的教导声中,我低下了头 那次作文,我拿了最高分 我写,在考试复习前夕 爸爸会温言细语地嘱咐我 不要太累,尽力就行 他会温柔而沉默地为我披上衣服 怕挑灯夜读得我着凉 但其实,家里所有人都认为 女孩读书不是什么正经事 爸爸看见我背着书包,就会破口大骂 问我为什么这么不知好歹 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 考试前夕,我只能捧着一本书东躲西藏 不复习就没有好成绩 没有好成绩,学校就不会资助我 我就得回家做农活 我写,妈妈会给我梳头发 用大红筹替我仔细地绑两个羊脚辫子 亲戚送礼时,她会特意把好看的花布留下来 替我按时兴的样式采衣上 让我漂漂亮亮地上街去 其实,我的妈妈从没有替我梳过头 我的头发既稀又硬 像一根根骨刺扎在头皮上 亲戚们指着我 说这女娃真是个倔刺头 妈妈不在乎我是否漂亮 她妈妈咧咧地喊我去挑水 拾鸡蛋 割猪草 我动作稍微慢点 她手上的波及就劈头砸了过来 如果我躲闪不及 就会被打得头晕眼花 唯一一次我摸到石星的花料子 是邻居家的女儿出嫁 家里准备的办理 那真是一匹好料子啊 大红的绸 暗红的绣 细细描着蝉丝花枝 让人想伸手摸一摸 再摸一摸 我忍不住绕到镜子前 把料子在身上比了又比 却被妈妈撞见 矮小的妈妈爆发出惊人的怒火 用尽全力扇在我的脸上 当时年仅十岁的我 闻所未闻的乌言晦语 不断袭来 她说我骚 说我恨嫁 简直是伤风败俗 丢人现眼 爸爸务农回来 妈妈把事情告诉给她 于是心一轮的拳头和辱骂 又向我袭来 我哭哑了嗓子 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美丽对于有些人是一件衣服 对于有些人来说 则是奢侈 是禁忌 是口无遮拦 会招来大祸 最后的最后 我在作文上写道 在我的心里 家就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不管你身在何处 想到家时 心口总是微微地暖和 这种暖和并不是因为家本身 而是因为在家里面 还有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我那厌恶女儿十字 打她打坏了一根除靶的父亲 我那挥舞着手上的扫帚 驾驶我像驾驶一头倦驴的母亲 我那年节时四面八方涌来的亲戚 用丈量身后的目光 打亮我见长的身形 与父母大声讨论着我以后的彩礼 笑骂间 把嘴里的瓜子皮 呸到地上 我那唯一的玩伴大黄 静静地趴在我脚下 我叫她的名字 她就把前掌搭在我身上 汪汪地回应 我的呼唤 我想 一个人爱一个人 可能也是这样 经常地同你说话 却不是想要让你干什么 愿意触摸你的身体 却不是为了打你 被爱的感觉真好 家是什么 我站在讲台上 大声地朗读自己的作文 台下传来清脆的鼓掌的声音 老师欣慰的目光刀刮一样 我写得很好 不是吗 家是什么 家就是一道关起的木门 我捧着鸡蛋躲进门里 让鸡屎无法拉到我脚上 中考前夕 我愈发地不爱回家 我需要大量的时间复习 没有电灯 看书需要东躲西藏的环境 显然不适合我 我尽可能地留在学校 我知道 如果考不上高中 等待我的就是一辈子的锄头与造眼 父母会早早把我嫁掉 换取一笔彩礼钱 我会生一个孩子 或许几个 如果是男孩还好说 如果是女孩 等待她的就是一条老路 老路 一条老路 路上沉沙漫天 十几个角 可道路平直安全 没有猛兽或荆棘 一眼能望到终点 这条路 我的妈妈走过 姥姥走过 太姥姥和太姥姥的母亲 或许也走过 我为什么不能走 或者我有什么权利不走 如果度过一生是如此简单轻易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做如此挣扎 为什么不顺应着叫骂与鼓励 去回归正轨 去把青春年华虚致 换取一生平安顺遂 我不知道 或许我天生是个斗士 或许我只是自私 我渴望复杂的情感 我想睁着眼睛走钢索 胜过闭上双眼 在地下爬行 这选择充满希望 但并不明智 必须要考上高中 我在心里这么说 渐渐地 父母也发觉了我的决心 斥责和拳脚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还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女孩子读太多书会招人讨厌 再者 家里也没有钱 供我去上市里的高中 我默不作声 只是日益警惕 准考证永远被我带在身上 防止黑暗中对他虎视眈眈的手 关于钱 我也毫不在意 事实上 为了这一天 我一直有在努力地攒钱 卖废品 替人刨腿 东拼西凑 初中里流行一种 丝线编织的手链 女生们都很喜欢 我一边被提一边编织 快的时候半小时就编好一条 指尖上的水泡破了又磨 钱一点点地攒多了 我为未来做着一切准备 心里充满了隐秘而巨大的欢喜 中考前夕 学校放了假 让我们这些考生 回家好好休息 我做着繁重的农活 一边在心里 墨背着那些滚瓜烂熟的诗词句子 强迫大脑不要松懈 那天 我割完草回来 走进屋子 却听到了阵阵交谈声 是姑姑的声音 我正打算进屋 却听到这样的对话 妈妈说 这丫头的心越来越野了 每天心思不放在正道上 中了磨一样 就知道捧着个书猛看 没个正形 我和她爸怎么骂都没用 就是打定主意要考高中 你说这万一考上了 姑姑说 呀呀 那可是不得了了 女娃读那么多书可怎么行 脑子里竟装些字字句句 以后不好找夫家的 你看西村头里家 他们家女娃就是 识了几个字 就和眼着了一样 婆家派人来说亲 两家大人都谈好了 她说不嫁就不嫁 一个人跑去外面打工去了 把她憋气得忧 嘖嘖 我妈的叹息声紧随其上 可不是吗 我就怕方子和她一样 没个正形 想一出是一出 你不知道 这丫头自己悄悄藏钱 背面里面缝着 幸好我发现 别说 好大一笔呢 姑姑说 那可真是反了天了 我如坠冰窖 那可是我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用来上高中的钱啊 接下来我听到的话 更是将我推入了万丈深渊 姑姑说 我今天来 其实也是为了这事 方子这种情况 就该早点给她说亲 前几天 我们村支书找上我 他们家的二儿子 如今也到年龄了 之前几个都弹簧了 现在就想找个安稳 会过日子的定下来 方子年纪是轻点 但稳重 干活麻利 长得又周正 她家挺喜欢的 她儿子我也看了 年纪是大了点 但人不错 男人嘛 之前浪荡点不打紧 现在有心定下来就挺好 她家有钱 又在村里做官 嫁过去可是高价 这么好的条件 要不是我家只有健康一个儿子 方子又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还真舍不得让出来呢 最要紧的是 姑姑压低了声音 彩礼 他们家给这个 哎呀 她家这样有钱啊 妈妈惊叹 可不 姑姑说 况且 他们家可不要彩礼 不要彩礼 妈妈的声音变得无比激动 这样好的亲事 这样好的亲事 姐呀 真是谢谢你了 这样我跟她爸 也不用发愁了 姑姑说 可不是吗 咱妹 这下你家 可算是攀了高枝了 要是成了 我和你哥 可得靠你们帮衬着了 妈妈似乎是喜不自胜 哪里的话 还要辛苦姐 在和知书那里跑一趟 问了她家 什么时候派人过来 姑姑说 是呢 我看这事还是得尽早 照你说的 方子心不定 万一考上了高中 妈妈不懈地说 胳膊还能硬得过大腿了 考试这时 我和她爸都不同意 她想去也没法子 不过就按你说的 这时还是得提早办 就怕再出老李家那种事 姑姑说 爱 妹子 还有个事 健刚一天天大了 你也知道我家那个情况 现在村子里女娃眼看着越来越少 我和你哥仇啊 就怕到了将来 想说个亲都没有门啊 王健刚是我的表哥 娘胎里带了一脸黑马子 姑姑家条件又不是很好 在小山村里 说起来确实不容易 妈妈说 这有什么 健刚是咱老王家正统的毒苗 我这做婶子的 怎么能不管 这样 方子的彩礼前 我云一半出来 你留着给健刚娶老婆 找个白镜听话的 早点娶过来 还能帮着操持家里 姑姑说 那就谢谢妹子了 我靠着墙慢慢滑下 死死地捂住嘴 努力不让自己尖叫出来 我的妈妈 正在和姑姑商量 要如何卖掉我 她拿走我点灯熬夜 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 不让我和同龄人一样参加中考 只是听到不要嫁妆的要求 就急不可耐地要把我嫁出去 搜刮一切可搜刮的油水 像杀一头带宰的猪 可是 那么爱钱的她 为什么能不眨眼间 就把卖女儿的钱 分给别人家的儿子 只为了能让她娶老婆 妈妈 哪怕你留一张提给我呢 妈妈 之后回想起来 我甚至有些感谢你 感谢你对我如此之坏 若非这样 我不会有勇气和决心 在那时逃走 你和爸爸 要如何在考试那天困住我呢 捆铁链 给房门上锁 打断我的右手 或是一只脚 妈妈 如果不是你眼 也不眨地将我卖掉 如果不是那匹苗花 大红绸子 如果不是波及 扫帚 竹条 如果不是想起 表哥那张芝麻饼脸 在洗竹下的样子 想起那个并不存在的白镜 听话的女孩 或许我会更甘愿一点 妈妈 你一次都没问过 我要嫁的是个怎么样的人 你不关心她多大 是不是瘸腿 独眼 半瘫 或许她的智力 等于六岁儿童 或许她打老婆 就好像爸爸打你一样 我叫你一声妈妈 可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 不是吗 我没有办法 再在那里待一秒 我捏紧了兜里的准考证 转过身 拼命地向村外跑去 我一次也没有回头 我走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不敢在村子附近逗留 只能拼命往大路上走 我渴望有哪位好心的司机 能收留我一夜 再将我送到考试点参加考试 我心中给这份恩情 开价了一千块 我能想象到的天价 我节草闲环 也要报答的一千块 我卖血卖肾 也会还上得一千块 说是一千块 其实价钱上写的 是我的整个人生 我感受不到饥饿 只有干渴的感觉 一直折磨着我 脚上的塑料凉鞋 已经穿了多年 早已夹脚 走在路上 刀割的感觉 从脚底蔓延到全身 缺水缺湿 加上持续地行走 我的眼前 渐渐浮现了白色的光运 闭上眼 我能看见一条平直的道路 就在眼前 虽然平直粗浅 却和我脚下走得完全不同 走在它上面 双脚不会有 如此剧烈的痛处 它是一瓶慢性剧毒 慢慢向你四肢扩散 舒适平淡 如在云端 它意味着倒下 这条路 我的妈妈走过 姑姑走过 姥姥走过 那个小村落里 四面八方 数不清的女人们都走过 我为什么不能走 如果我身边 已经有太多的例子 告诉我 生命可以 无知无觉地这样度过 嫁给一个男人 生一个孩子 将女儿的嫁妆 算作儿子的彩礼 就像年节时 把大姑家的东西 转手到二婶家 有人叫它传统习俗 有人叫它封建糟粕 还有人说 这是经验智慧 所谓生活 不就是镇马师吗 我劈了命地想逃离 去追求这个满脚鲜血的结果 求的是什么 又为什么要求 如果人倒在地上 也能活得很好 那人为什么要站起来 充满痛苦地站起来 我闭上眼睛 此时此刻 我只有一件事情能确定 这种痛苦告诉我 我正在作为一个人活着 大路上的车辆来来往往 我伸手去拦 却没有一辆肯停留 饥渴与疲惫潮水一样袭来 我咬破舌尖 用一种痛驱赶另一种痛 我听见自己背起了课文与公示 这很好 课文很好 公示也很好 能不必担心 被发现的出声背诵 感觉真好 我大声背 我说 Sine Alpha是对边比斜边 Cos Alpha是临边比斜边 轻氧化内的俗称 活减 烧减 科性呢 误差不是错误 误差无法消灭 只能减少 错误不该发生 能够避免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后来我想 那可能是我生命中最不幸的时刻 之所以不幸 是因为我把所有一次性的 日抛的好运 全部留下攒了起来 才能有了我人生中最闪光的奇遇 在那辆车停在我面前时 我已经感受不到脚的存在 模糊中 一个人影浮住了脚步虚浮的我 它的身上有好闻的香气 让人无比安心 我攥着它的衣角 像哮喘病人攥着手里的万托林 我不停地说一千块 一千块 鼻涕眼泪口水喷涌而出 我的脸上一塌糊涂 液体把那片好闻的衣角沾湿了 我恨死自己了 我是个讨人厌的小孩 朦胧的视线里 我听见他摸着我的头 对我说了句什么 然后我便坠入了无边的黑暗里 再一次醒来 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面前是一个不认识的 面容温和的女人 见我醒了 她脸上的欣喜一览无余 医生 孩子醒了 她冲门外喊 旋即将插着吸管的水杯 递到我面前 我顾不上干渴的喉咙 扯着嘶哑的嗓子 问 请问您 现在是几号 女人给出的答案 让我遍体声寒 我几乎是崩溃了一样 挣扎着往床下跳 连接着手背的点滴架 被扯得哗啦作响 我一把将刘志针拔出 鲜血滴在白背单上 触目猙獰 赶不上了 考试 我要去 明明是白天 我却感觉 世界上所有光芒 都已经被吞没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那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又算什么 我凉呛着往外跑 伤势未遇的双脚 却不住发软 护士闻声冲了进来 和几乎吓坏了的女人 一起将我扶回床上 我跌坐回病床上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没事的呀 孩子 阿姨在这儿呢 没事的 女人几乎是用尽全力 抱紧了我 将我的头 埋在她的胸前 她身上温暖而干燥 有一种记忆中 熟悉的香气 我从来没有 被一个成年人 有意识地这样抱过 除了婴儿时代 在这个怀抱里 我放声大哭 我已经不会 再为了父母的对待 而流泪了 我只是恨我自己 为什么没有做出 更明智的判断 为什么不早点 察觉母亲的心思 或是把钱与准考证 一起带在身上 我是如此憎恨着 自己的无能 我如此渴望 走上那条 少有人去的路 还未奋力一搏 就一败涂地 我哭了好久好久 女人的衬衫 被我的泪水 糟蹋得不成样子 她却毫无怨言 时不时 用手倾拍着我的背 我渐渐冷静下来 意识到 这就是那天 停下车救了我的女人 赶忙起身和她道谢 她却摇了摇头 把我的手攥在手心 那么小的孩子 一个人走在马路上 看着都要晕倒了的样子 谁能狠下心不救啊 她的话让我鼻子一酸 不是这样的 阿姨 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好 也不坏的人 以一种第三方的视角 审视着这一切 不助人 也从不加害 你的善良 是弥足珍贵的东西 因为你愿意参与我 参与我这与你毫无关联的 渺小的人生 你就好像太阳一样 我太久没接受过 别人的善意了 几乎是手足无措 嘴里憋了半天 只说出一句 住院的钱 我一定会还您的 怕她不信 我又补了一句 我真的会还的 明年中考之前 我会去打工赚钱 我会烧饭 会喂猪 我也能编手链 我还帮人照顾过小孩 肯定有店会要我这种人的 只要我能养活自己 我就肯定会把钱还给您 干嘛不说得更好听一点呢 干嘛要把一句 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说成急于撇清关系的样子呢 我看着我那长久以来 孤寂的内心 如同凝视着一个巨大的黑洞 亲切的人将善心 如石子一样投向我 那善心却如同流星的会尾 短暂闪过一瞬 旋即坠入了我 无边无际的孤独中 已经说出口了 不能再换成别的话了 没法再变得更好了 我的眼里 又不由自主留了下来 阿姨捏着我的手 奇怪 她的指尖却传来微微地颤抖 她看着我的眼睛 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开口 好孩子 和阿姨说 你没有父母吗 你的家在哪里 是自己跑出来的吗 还是受了什么欺负 你这样 家里人怎么放心呢 她手上的温暖像太阳一样 源源不断地向我传书 一个声音在那喊 别说 什么都别说 他会把你送回那个村子 那些人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会把你像牲口一样 拉去卖钱 你会跟一个 从没见过的男人结婚 就为了给你表哥一家 还钱娶媳妇 但还有一个声音在抚摸我 对她说吧 告诉她 这么多年你 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没有任何人可 以和你分享 你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哪怕话语的背面是地狱呢 起码在坠落之前 你曾有过一丝温暖 我漂泊了太久 就算登上一片残破的甲板 也以为靠岸 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我开口 轻轻说出这句话 如同一枚棒壳 打开柔软的身体 迎接即将到来珍珠 亦或海啸 我将一切都告诉了 眼前这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说得很慢 很细 像掏出一床千疮百孔 棉花背中烂烂的絮子 无关紧要的事情 稀里哗啦落了一地 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有人听我说话 我说着 不是为了求助 只是为了清土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我说着 一下也没停 阿姨静坐着 看着我 一刻也不曾移开视线 最后的最后 我问她 我其实并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阿姨 或许我是个自私的人吗 我不知道 下一刻 一个温暖的怀抱包围了我 有泪滴在我脖子上 我听见这个陌生的阿姨 对我说 不是的 你只是一个女孩 出了医院 阿姨把我带回了她的家里 她和丈夫一起住 家庭小而温馨 一花一草都布置得十分雅致 看得出来是十分热爱生活的人 我不由地夸赞阿姨手巧 她却笑笑 说 都是你叔叔弄的 看着五大三粗的男人站在一旁 黑黑傻笑 忙不迭地倒茶 洗水果 阿姨收拾出了一间客房 让我住在里面 还说过几天就买张书桌给我 她说 我姓姜 你喊我姜阿姨 姜沈 什么都可以 你放心在这里住 什么都不要担心 一切由我和你叔叔 我感激地掉下眼泪 拉着她的手 泪流满面地说我会去打工 会给您住宿费 住到中考结束 我会立马搬出去 家务我也可以帮忙干 一点都不会麻烦您 将阿姨擦着我的眼泪 她的手带着一种坚硬的柔软 好 好 都好 以后家里的碗都交给你 还有地板 你记得拖一拖 小方 不用出去打工 我有个侄子念小学 需要家教 你成绩好 带带她的数学和语文 吃饭 住宿阿姨都管你 你不是想考高中吗 什么也别操心 专心备考 我站在井底 看见太阳向我奔来 我原本想报答给她一千块钱 她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我气不成声 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年 没有会对我呼来喝去的母亲 没有拳脚相向的父亲 熬夜学习时 不用提心吊胆的害怕被发现 当一杯热牛奶 像多年前做文课上老师口中那样 轻轻搁在书桌上时 我鼻头一酸 仿佛置身梦境 阿姨的侄子虎头虎脑 活泼好动 却会奶声奶气喊我姐姐 爬在桌子上 一笔一画地定我圈出的错题 教师节的时候 她甚至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是一个精致的盒子 里面装着一块颜色粉嫩的点心 上面歪歪牛牛写着 老师姐姐 奶油是我自己挤的 她挺着小胸脯说 我又害羞又高兴 捧着盒子回家 和姜阿姨与叔叔一起分享 浩浩送蛋糕给你啊 姜阿姨笑得眉眼弯弯 她真的很喜欢这个小老师呢 蛋糕 这个就是蛋糕啊 我激动得合不拢嘴 我知道我知道 我听说过的 我原来在课本上 见过蛋糕的图画 不过都是圆圆的 没有见过这种三角形的 我感觉自己太过激动了 微微红着脸 不好意思地问姜阿姨 姜阿姨 是不是只有圆形的蛋糕 会插小蜡烛 三角形的不插呢 我原来在课本上看过 没想到蛋糕 还有这么多形状啊 姜阿姨还没说什么 一道身影率先做出了反应 原本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叔叔 夺门而出 甚至没顾上穿外套 老张 哪儿去啊 姜阿姨追在后面大喊 你别管 叔叔气势汹汹地大喊 我吓了一跳 是我说的话太没见识了 让张叔叔受不了了吗 不 我马上否定这个念头 张叔叔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又为什么 小方 先来吃蛋糕呀 姜阿姨招呼我 我摇了摇头 声音有点闷闷的 等一下叔叔吧 我想大家一起吃 一个小时之后 张叔叔破门而入 将一个大盒子放在桌子上 盒子上系着巨大的丝绸 蝴蝶结 张叔叔气喘如牛 咕咚咕咚灌了一大杯凉开水 才换了过来 言简意该地说 蛋糕 圆的 他手里还提着一个褐色的纸袋 他噼里啪啦 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 全都是蜡烛 粗的细的 花的彩的 旋转着奶油状的螺旋条纹的 像蜂窝一样 甚至上面真的停了一只小巧蜜蜂的 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蜡烛 占满了视线 像是要把一切黑白灰的东西都挤走 让我的世界闯入了色彩 张叔叔看着我 脸上堆着笑 指不住地搓着自己的手 都点上吧 玩儿 咱们一次把他们点完 他笑起来像一头熊 看着他笑 将阿姨也指不住笑 过去称怪地戳他的脑门 你也是 小方才十四岁 买十四根蜡烛就行了嘛 点这么多 把女娃娃都点成老太婆了 我这不是笨吗 又叙到我了 张叔叔嘟嘟囔囔 都点上 可以吗 我小声问 见两人没反应 又赶紧补充 会不会太浪费了 如果不用 是不是还可以拿去退掉 将阿姨当机立断 老张 我来给蛋糕插蜡烛 你去把窗帘拉上 张叔叔说 我要插 你插肯定不好看 一直到我的生命尽头 我都没有再见过 那么多的蜡烛同时点亮 没见过那么亮 那么好的火光 像是要把一个人 生命中的阴霾全部驱散 那晚 我吃了三块蛋糕 也许四块 第二天 我也吃了蛋糕 然后是第三天 吃到最后 洁白的奶油不再柔软 蛋糕呸 也变得硬邦邦的 我还是把它们全部吃掉 一干二净 这个蛋糕 就是家的感觉 我把一整个家 吃进了肚子里 感受心脏间 传来一种 回到故土的感觉 五脏六腑重新锚定 我的灵魂因此不再发抖 再次拿到准考证 我恍如隔世 在公路上行走的那一天一夜 对我来说就好像隔了一生一世 明明只过了一年幸福的时光 却仿佛十几年的痛苦都烟消云散 那个缺了口的小袋子 原来只要一厘米 就能填饱 想到要与叔叔阿姨分别 我钻紧了胸口 心中酸涩 却也释然 这一年的时光 我收到的爱是过去十几年都无法比拟的 它不仅会是一段温暖的记忆 也会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我一定要考上好高中 好大学 努力念书赚钱 用后半生来报答他们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 走进了中考考场 答题前所未有的流利 我知道 我考得很好 出成绩那天 江阿姨带我们去了一家火锅店 面对着热气腾腾 香味肆意的汤底 我却没有心思进食 只顾着刷新手机界面 一颗心咚咚跳着 随着羊肉卷一起七上八下 张叔叔把肉堆满了我的料碗 还在不停往进家 猝不及防地 成绩刷新出来了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分 甚至可以上市里最好的中学 我如释重负 紧绷的身体 终于放松下来 我的表情被张叔叔尽收眼底 他忙不迭地用手去购我的手机 哪儿呢哪儿呢 快给我也看看 卧槽 这么高 江阿姨一直是泰然自若的 甚至用筷子敲打了一下 丈夫的手背 孩子面前 注意你的用词 张叔叔端着一杯酸梅汤 兴奋地站起身 大声说 我家孩子中考成绩出了 考得贼好 哎呀我去 太牛逼了 四面八方的视线 落在我身上 恭喜啊 小姑娘真厉害 快给孩子好好补补 张叔叔咕咚咕咚 喝了酸梅汤 把一块鱼片夹到我碗里 玩 快好好补补 江阿姨止不住地微笑 看着我 她对丈夫说 老张 把那个拿过来吧 张叔叔文言 拿出一个牛皮带 江阿姨抽出里面的文件 递给我 里面是一份领养文件 我甚至还来不及震惊 隔着桌子 江阿姨就抓住了我的手 小方 对不起 没有事先跟你商量 你是个很要强的孩子 我怕跟你说了 你肯定不会同意 我怕你偷偷离开家 去外面找活作 阿姨知道 你的心思 就只能瞒着你 那天在医院 你问我你是不是自私 小方 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自私的人是我 我太想把你留在 我和你叔叔身边了 我舍不得把你放走 小方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 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止不住地想 我和你叔叔结婚 这么多年没有孩子 是因为老天让我们等你 阿姨没有福气 生一个你这么好的宝宝 就只能在心里 偷偷给你做妈妈 可是我来得太晚 又错过你太久 你受那些苦的时候 阿姨一滴眼泪 都没为你掉过 阿姨不求能弥补你什么 就想和你叔叔 一起陪在你身边 你不用管我们叫爸爸妈妈 就和以前一样 把我们当叔叔阿姨 我们想看着你长大 参与你以后的人生 阴晕的争气中 张叔叔在抹眼泪 将阿姨看起来 也双眼湿润 很多年以后 我才知道 我们想用一千块 还完的恩情 他们花了二十万 这对平凡的夫妻 掏空了自己的积蓄 从我的亲生父母手里 买下了我 这几张文件啊 就是我用法律 把你和我们绑在一块了 小方 原谅阿姨吧 我真的是个太自私的人 痛彻心扉的感觉 从身体深处传来 眼泪一滴一滴 砸在桌子上 那么薄薄的几叶纸 我颤抖的双手 几乎拿不住 不是这样的 阿姨 你已经把我的人生点亮了 我从没有见过 比你更耀眼的阳光 这束光明 我将不吝用后半生暴打 因为被你温暖过 即使再次走入黑暗 我也绝不会退缩 可是阿姨 你怎么能够 先让我见到太阳 然后把它摘下来 放在我手心 再告诉我它是我的 阿姨 你在用你的生命 做一笔绝对亏本的买卖 我才是那个没有福气的人 在你之前 从没有一个人喜欢我 就算有一些灵星 也像萤火见到日光 遇到你就暗淡了 看不见了 你的喜欢太好了 被你喜欢一天 比他们喜欢一辈子都要好 可是我它妈又不是什么仙女 哪有被你一直喜欢的道理 就算我是仙女 我在天上选妈妈 也挑不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 我没有那种石破天惊的运气 这就是我用一千块钱买到的妈妈 她带着我吃火锅 上商场 给我切蛋糕 点蜡烛 让我这个土堆里爬出来的小丫头 开足了眼界 那一千块钱 我一分也没能交到她手上 而她觉得我值二十万 我不记得是怎么吃完那顿饭的 冷掉的羊肉嚼起来既腥又腻 我大口吃着羊肉 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对不起我 我已很好的成绩上了本地一流的高中与大学 蒋阿姨严肃地拒绝了我在高中期间打零工的请求 只说等我十八岁之后再去考虑 她只是偶尔允许我去给小侄子补课 那家人很喜欢我 每次去都端上许多零食和糕点 我没有选择住校 而是在回家后收拾屋子 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为店饭包定食 这样叔叔阿姨下班后 就能吃上热热的饭菜 我没有选择住校的另一个原因 是我太想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地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在橘黄的灯光下吃饭 筷子是相似款式的仪式三样 在几个盘子间轻轻热热地加来加去 好像真正的一家人 这种温暖像酸液一样浸泡着我 让我逐渐溶解 骨头里冒出细小的泡泡 我要很用力地提醒自己 不要太贪恋 不要太索取 才能勉强把持住自己 不在这份我得不配位的爱里腐蚀 我仍叫他们叔叔和阿姨 向敲一记警钟 时刻提醒着我自己步步沦陷的内心 高考成绩出来 张叔叔订了本市最好的饭店 为我办升学宴 他朋友多 几十号人乌泱乌泱坐满大厅 张叔叔端着酒 好像那天在火锅店端着酸梅汤一样 一饮而尽 酒精让他的脸变得赤红 他在人群里生如红中 不停地打趣和说话 端着杯子找人喝酒 转到我的座位前 泪水却湿润了眼角 他哽咽地说 我的女儿啊 从小就受那么多苦 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长大了 考了这么好的成绩 还长得这么大 这么漂亮 叔叔没本事 让你活得这么辛苦 我苦命的孩子 他的怀抱里 有一种动物毛皮般 柔软而粗利的气息 我闭着眼 深深拥抱了这个 为我流泪的男人 不住地拍着他的背 那一刻 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和 安宁 我被大学录取的消息 不知如何传到了 亲生父母耳中 某一天 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数年没听过的声音 在听筒里响起 方子 听人说你考上大学了 你这孩子也是 妈妈说 这么大的事 也不知道和我们说一声 面对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无法改口对他的称呼 却也不愿意 再叫他妈妈 我只说 我们法律上 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么多年 你们也从未 开口问过我 我不知道 有什么 告诉你们的必要 对面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那个曾经的小女孩 会用这样一种 口气说话 很快 熟悉的骂声 如约而至 你这死丫头 翅膀硬了是吧 法律 法律算个屁 你是我肚皮底下钻出来的 身上流着我的血 这是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关系 见个有钱人 把你捡回去 当喀巴狗养着 你就忘了自己 姓啥叫啥了 养不熟的白眼狼 可是我记得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养父母给了你钱 要把我从你手里 带走的时候 你是同意的 我还记得 之所以我离开你们 是因为你和姑姑商量着 不让我中考 还要把我嫁给一个 大很多的人换彩礼钱 用来给表哥娶媳妇 似乎是未曾想过 我会这样直接掀开 这层遮羞布 对面的气焰煞时弱了下去 妈妈善善地说 哎 方子 妈没办法呀 咱家穷啊 你不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贵 你没结过婚 不知道年纪大一点的 男的稳重 会疼人 我和你姑也是 想你以后日子过得好 你那表哥 你也知道他是啥情况 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姑玲玲一个人 我不想再听他闲扯 直说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挂电话了 别别 方子 妈妈赶忙说 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 讨好的语气 妈想你了 你爸也天天念叨你 你这么争气 还考上大学 村里人人都夸呢 妈和你爸想给你摆个酒 好好热闹几天 还有你姑他们 给你闹的那礼物 从未得到亲生父母 夸赞的我 猝不及防地得到了认可 如果是以前那个 小小的我 应该会觉得 无比开心和幸福吧 可此刻 我的心没有一点起伏 只是静静听着他讲 这一点点的夸赞 已经不足以让我动摇了 因为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爱 妈妈见我没有反应 语气放得更软 回来看看吧 方子 妈想见你了 你那些衣服 头绳 书书侧侧的 妈都给你留着呢 对了 大黄 大黄还在呢 你小时候 不是最喜欢和他一起玩吗 我心头一紧 大黄 这么多年过去 我还是时常在梦里看到他 我童年仅有的陪伴者 唯一的朋友 他怎么样了 是不是变老了 走得动路吗 没人再从晚饭省下半个魔 为他 他会瘦成什么样子 无数个我不忍去想的问题 潮水般涌来 我咬紧牙 说 我回去 正是这个决定 将我推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 我只身一人回了老家 将阿姨的父亲做了手术 他和叔叔两班倒 轮流看护着老人 实在疼不出精力陪我回去 我不忍 让他们为我担心 只说要去同学家住几天 他们很高兴 给了我零花钱 让我好好玩 我不准备在那边多待 哪怕一分一秒 只想着带走大黄 如果家里不能养 就找一个爱狗的家庭领养 我会时常去看他 大巴停在了村口 我下车 走上那条千百次走过的路 此时天色已晚 油彩般的黄昏渐渐退去 如水夜色慢慢渗出 如同每个因为贪学 从学校走回家的傍晚 彼时的我和现在的我 已然大不相同 我走进熟悉的大门 原先的房子改头换面 墙壁上贴了整洁的白瓦 院里停放着一辆摩托车 那些卖女儿的钱 想必是物尽其用了 我朝里面探了探头 没有人出来迎接我 正当我疑惑 是不是走错了时 一道影子扑了过来 是大黄 他把我扑倒在地上 欢快地汪汪叫着 不停用舌头舔我的脸 大黄 大黄 我紧紧把他抱在怀里 摸到他皮下的肋骨 天瘦了这么多 我想起河马笔下的奥德修斯 历经十年返乡 没有一个人认得他 除了他的狗 只有狗 我抱起大黄 朝屋里走去 我走进原来的房间 想去翻翻以前的书本 作业 一点一滴 都是童年的回忆 可是房间里 只有床还保留着 剩下的空间 都七零八岁堆满了杂物 哪有半分我东西的影子 正当我觉得不胜唏嘘时 门砰的一声 在我身后重重关上 怎么回事 我心下一紧 赶紧用手去推门 纹丝不动 我房间的这扇门 是没有锁的 推不动 那只有 可能是一种情况 有人堵住了我的门 这个念头 石破天惊地 乍响在我脑中的时候 我听见门外 有人在交谈 是姑姑的声音 她说 咱妹 你这门牢不牢靠 孩子她爸 你可要顶好啊 妈妈接口 姐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俩男人顶着呢 今天就是一只苍蝇 她也飞不出去 什么意思 他们想要囚禁我 必须马上报警 我的手伸向包里 突然 一股闷热潮湿的气体 喷在我裸露的后颈上 我毛骨悚然 狠狠向对方踢过去 啊 男人的惨叫 表哥王健刚 捂住自己的下身 昏暗的月光 照得他坑坑洼洼的马脸 更加猙獰 他比小时候胖了不少 像一具行走着的肉扇 正止不住地发出怒吼 健刚 健刚 你怎么了 姑姑在门外大叫 王芳你老实一点 妈妈的吼声 隔着门板传来 当年 你这个小贱人逃跑 害你表哥 到现在都娶不上媳妇 现在你回来了 就给你表哥当媳妇吧 城里也不用回去了 就住在这 以后好好听你 姑姑姑父的话 我被这番话的 无耻震惊了 我害表哥 娶不上媳妇 我擅自逃跑 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们把我卖掉一次 还不够 原班人马 还打算把我卖第二次 我忍不住报了粗口 你们是脑子有病吗 近亲结婚 只能生出来智障啊 姑姑说 方子 你都考上大学了 脑子肯定够数 不会有问题的 以后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 帮忙拾舵家里 放心 健刚肯定会疼你的 简直不可理喻 我的手伸进包里 飞速按下了紧急报警键 姑姑还在门外劝说 和我妈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我们健刚身子壮 会疼人 你嫁到我们家 属于亲上加亲 你从小就是姑姑 看着长大的 你放心 姑姑肯定不会亏待你 会好好教你为人妻 为人母的道理 我说 王燕美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我姑 整个王家村 就找不出 比你和我妈 更无耻的人 你把我锁在小房子里 想疼我是假 想让你儿子强奸我是真 就这样还装模作样 和你说一句话 都让我恶心 我再有意地 把现在的情况 告诉警方的接线员 借着咒骂 我继续喊 你们以为没人发现 你们要做的丑事吗 这座房子在王家村村头 顺着村口直走就到 多少人来来往往经过 看见这新贴的一墙白砖 都想往里看两眼 你以为我不敢 把你做的这些缺德事 都喊出来 让村里村外的人都听听 看看你们一家 是怎么无耻 生了个女儿 拿去给折做媳妇 没开化的原始人 都比你们要脸 你们要是敢让 王健刚动我一下 我现在立马喊得 让所有人听见 地址也说出去了 就看那边什么时候赶到了 姑姑见我这样 索性撕破脸 无所谓地说 生孩子们 谁家没生过一样 你要是不怕丢脸 你就喊 反正这事都是女的吃亏 你以后不想在村里做人 就喊吧 我爸说 健刚 不用管他 赶紧办事 女人都是这样 等事办完就老实了 王健刚似乎也缓过了气 冲上来想抱我 被我踉呛着躲开了 他也不恼 黑黑笑着 妈儿 你的皮肤好滑呀 我的手在杂物中四处摸索 想找个什么东西防身 我得十分努力 才能忍得住 不吐在他脸上 王健刚看着我的动作 眼神阴沉下来 警告我 你别再想耍什么小心思 老实点 哥哥会好好疼你 咱办完事就结婚 你给我当老婆 我不会亏待你 我说 王健刚你放屁 我就是死了配明婚 也不找你这样的 敢对我在动手动脚 我就踢爆你裤裆里的东西 让你老王家独苗烂在手里 王健刚眯缝起眼睛 密密麻麻的黑质 随着脸上肥肉的耸动而摇晃 无比猙獰 他说 你还能一辈子不嫁人 嫁谁都一样是嫁 你嫁给我 替我生几个大胖小子 咱们一家一起过日子 还是说 你在外面有眼男人了 被人玩过了 早就不是处了 如果不是我们身量悬殊 我早就一拳揍在他脸上了 和他正面硬刚我绝不占优势 现在我唯一的希望 就是尽量躲开他 等警察的到来 我蜷缩在角落里 尽量用物体掩盖住自己 却听到稀稀苏苏的声音 王健刚 他居然把裤腰带解开了 正一脸凝笑地向我逼近 他腿上的肥肉 随着他的走动 一颤一颤 每一步都地动山摇 我强迫自己冷静 手上紧抓着摸索到的一根木条 不顾粗糙的木刺刺入掌心 你敢碰我一下 我就打烂你的马脸 我冷冷地说 或许马脸这两个字刺激到了他 王健刚赤红着眼睛朝我伸出手 我用尽全力将木棒朝他眼睛挥去 他却用胳膊挡住了脸 丝丝地抽气 一把扯住了我的头发 臭婊子 他拽着我的头发 将我的头重重砸向墙壁 我几乎是立刻就尝到了血的味道 眼前泛起阵阵白光 额头瞬间肿了起来 我趴在地上 剧烈地咳嗽着 吐出嘴里的血 王健刚见我不反抗了 便拖起我的脚 一步步向床上拽去 我的意识飘飘荡荡 鼻子在地上摩擦着 脱出长长的血痕 我并不害怕被强奸 所谓的清白与真操官 无法束缚住我 我只是极其厌恶看到那群人得意的嘴脸 此刻我躺在地上 听着鲜血从体内流走的声音 格外冷静 我想不如就让这人渣得逞一回 犯罪未遂和计遂 量刑事完全不一样的程度 要是王健刚能在监狱多待几年 从此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活着 我就当今天晚上被狗舔了 我被摔在床上 衣物摩擦的声音又响起 是王健刚拖着自己的上衣 我平住呼吸 紧紧闭着眼 操 什么东西 预想当中 恶心的皮肤接触并没有到来 取而代之的是王健刚的惨叫 我睁大眼 看见王健刚狠命挣扎 大黄喉咙发出低吼 正死死咬在他小腿上 大黄 我的泪水滑落下来 一只狗 一只狗还在爱我 那么江阿姨和张叔叔呢 如果我被伤害 他们幸福的脸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止不住地想 我和你叔叔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孩子 是因为老天让我们等你 阿姨没有福气 生一个你这么好的宝宝 就只能在心里偷偷给你做妈妈 妈妈 我把自己的手掌钻出了血 妈妈会难过的 你这个死畜生 滚开 给爷死开啊 王健刚奋力晃着小腿 试图把大黄甩出去 奈何他腿上脂肪太厚 身体又太过笨重 无法成功 他赤红着眼睛 将手伸向大黄瘦骨 临循的身体 碰 我举着手上的东西 我举着手上的东西 狠狠敲在他脑袋上 肥胖的身体僵直了 王健刚迟钝地转过脸看我 满眼的不可置信 我没有犹豫 继续敲了第二下 第三下 王健刚在我面前轰然倒地 像一座山陨落 山林中的鸟 扑棱棱拍动翅膀 飞向自由 警察 把门打开 门被冲破的那一刻 我看到无数手电的强光涌入 强光中 妈妈与姑姑慌乱地躲闪 无处顿逃 我看见他们脚下那条平直的路 我从那里出生 被那里驯养 我曾批了命想要逃离 双脚流流血 口干舌燥 只为了不走上那条相同的老路 老路 我的妈妈走过 姑姑走过 世界各地各处数不清的女人们都走过 我为什么不能走 我批了命地想逃离 去追求这个满脚鲜血的结果 求的是什么 又为什么要求 如果人倒在地上 也能活得很好 那人为什么要站起来 充满痛苦地站起来 并不是自私 我只是 只是 只是 耀眼的白光中 一万条被制服包裹的腿间 昔日的亲人 弯腰躲避着视线 而我站着 完整敌挺地站在这个世界上 我看着他们 一字一句地说 只是没有一个人 该受到我这样的对待 我抱着大黄 到警局做笔录 录到一半 一个人影匆匆闯进来 江阿姨顶着不满血丝的眼睛 衣着凌乱 明显是睡到一半跑了出来 她的脸上除了愤怒 还有不加掩饰的焦急与心疼 她嘴里念叨着 没事了没事了 一边摸着我头上的绷带 忍不住嚎啕大哭 眼泪像太阳雨般 晶莹剔透 折射着七彩的光芒 做笔录的女警安慰她 孩子没事 只受了点轻微的皮外伤 您是 江阿姨缓过神来 揉了揉额脚 红着眼睛笑道 我是这孩子的 这孩子的养母 法定上的监护人 她花了二十万 把我从一个小山村买来 告诉我她是我的阿姨 我应该叫她阿姨的 我叫了她那么久的阿姨 妈妈 我说她是我的妈妈 我握住她的手 就像千百次 她握起我那样 她是我的妈妈 她教会我做人 王健刚因为强奸未遂被判刑 进了监狱 赌门的那几个人 也都被判了数月不等的拘留 这个结果 并未在我心中 引起多大波澜 这些人 是好是坏 都与我没关系了 我改了名字 随我的妈妈姓江 我叫江渔芳 曾经妈妈 带给我的光明与芬芳 我也想把它们 带给其他人 我选择了一所 师范大学 毕业之后 当了一名乡村语文老师 第一堂课 我夹着叫暗进门 抬下几十双雾溜溜的眼睛 偷偷地打亮着我 我对他们说 我是江老师 这是我带你们的第一堂课 今天 我想让你们大家来写作文 黑板上 我写下大大的两个字 希望 第一堂课 我们就写希望 你想要什么东西 渴望什么变成真的 就把它写下来 再离奇 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们都可以写出来 这是第一步 只要你们一直想 它就有可能变成真的 就像角落里 偷偷捧着卷了边的课本 不停默读的小女孩 一定想不到 她会有一天站在讲台上 站在这样的阳光底下 我想为这些孩子指路 不是帮他们选择 而是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上的路 不止有脚下那一条 那些分叉的小径 不满荆棘的祈祷 窄的门 小的路 只有少部分人才能走到 不要因为惧怕孤独 就拒绝听从内心的选择 因为长路尽头 你的家就等在那里 我的视线里 一片稚嫩的脸庞 有的写字 有的啃咬着铅笔 摆弄着手指 男孩与女孩 在此之中 都是面目分明 又混为一体的 我是你们的老师 我对他们说 我会教你们做人 站在那个讲台上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那一天 我是一个想用一千元 买一碗安眠的女孩 一天一夜的暴晒 让我头晕眼花 双脚灌了千世的沉重 有人扶起我 我就睡倒在她的怀里 她身上散发出 一股好闻的气味 闻得我全身上下 没有哪个毛孔不快活 我的脚掌 正在点滴的肾血 瞳孔缩小 嘴唇干子 我躺在她的怀里 觉得安全又幸福 一千块 我张着嘴 无声地喊 一千块 这个世界上 我见过最美 最坚强 最温柔 最脆弱的女人 我用一千块买到了她 她将我抱起来 从此再也没放开 一时散去前 我听见她对我说 我希望你是我的女儿 有什么事 我太擀了